大家好,欢迎收看新一期的视频,前段时间网络上突然流行起来一个词,原谅帽,相信许多看过多拉A梦的小伙伴对这顶帽子一定不陌生吧,小时候看了也没在意,直到现在重温时才发现,原来多拉A梦已经不再是那个天真的机器猫了。 说到原谅帽,不得不说的就是这样一个国家了,在这个国家,人们不仅对原谅帽情有独钟,并且还以绿色为荣,说到这儿,相信有的小伙伴已经猜到这是哪个国家了,没错,这个国家便是我们所熟悉的,以爱闻名的爱尔兰了。 爱尔兰人喜欢绿色是出了名的,甚至比我们国家对红色的喜爱程度还要深厚许多,在这里无论走到哪里,都能看到一片绿油油的景象, 几乎所有种植的植物都以绿色为主,就连它们的国花都是绿色的三叶草,并且每年的3月17日还是它们特殊的绿帽子节。 在这一天,所有人都会穿上绿色的衣服,戴上绿色的帽子,走在大街游行。 还有人为了吸引注意,甚至把胡子都给染成绿色,足见他们对绿色的痴狂了。 除了以绿色为荣外,这个国家还有另外一个特点,那就是超低的离婚率。 由于爱尔兰人大都信仰天主教,信奉从一而终,所以无论发生什么也都不会离婚,因为这样才能够证明自己对待感情始至不渝的态度。 除了信仰的约束外,爱尔兰还专门颁布过禁止离婚的法律,不过法律只延续了58年,虽然如此,还是有其他的法律在限制着人们离婚,如果强制离婚,强势的一方很可能会被判得倾家倒产,因此几乎没有人敢去触碰这一底线。 这也是爱尔兰离婚率低的另一个重要原因了,对于这样一个国家,小伙伴们有什么看法呢? 好了,今天就和大家介绍到这里,下一期会带大家去看更有意思的地方,欢迎大家点赞评论,喜欢我就请点击视频右下角的关注哦。